有關於海地的這個部分 就是所有的這些互相合作的這些計畫 都還在討論當中 那包括昨天也有我們的一些立法委員 他們在關心像索羅門群島的這些事情 那如果說我們是用一個策略性的融資的計畫 來協助這些邦交國 也就是說協助他們取得融資 讓他們能夠進行這些必要的這些建設 那邦交國他們會很感激 那我們國內可以去那邊進行投資 取得這些計畫 那對我們的國內的廠商也是很好的 那對於我們的這個邦交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方面還在繼續洽難當中 那如果說可以透過策略性融資的計畫 來協助我們的這些邦交國發展他們的國家建設的話 那這個是三贏的一個做法 可是索羅門九億的話 好像是運動會直接就花掉好像也沒什麼 我才是說不一定到九億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建設 而且這個建設是可以長久留下來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做一個三贏的一個策略 我們開始開會 請議事人員宣讀